大家好,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一 講資金流、成交和北水動向 基本上自從11月15日,即是上星期三 升了上去之後,慢慢地跌下來了 到今天,好像又開始見底的積著 如果從成交來看,開始是有一點 之前這裡是這麼低的,彈了上去,再下來 如果之後,成交再上去,我們找到成交方面的資金流 這裏的底是差不多最低的,然後又再上去 當然就看看,接下來這個星期會不會升破這裏 若然是這樣的話,市況就會轉好了 再其次看看,之前的北水流進來 8、96、那麼多 那這裏呢,這個流出呢,有915那麼多 就是在恆指最高那一日 近日,近來最高那一日,是升了上去 跟著之後又流入呢,也有補回這個數 補回這個數呢,暫時未補到這個95的流出 稍為還要看看今天 稍後的話,應該可以再補上去 那這個數補完之後 所以我剛才說的就是,這裏呢 是可能會再這樣上升上去的 那大市成交都是看到這樣的情況 那大市資金流都是這樣的東西 那基本上都是,這個 一路都是看到,暫時來說 是有這些萎縮的現象 那這個不太好的了 那流入的,資金流入比較多的 有那個馬歐數字波記,這個基本是炒的了 那中國生物製藥,還有這些東西呢 就都比較好些 那之前這些呢 中國海洋石油呢 之前由於這個流出了這麼多 所以流回入一點 那這個都不是說可以真正太 足以支持它持續再繼續可以向好的 因為這個就是出了這麼多 就是流回這麼少 那至於這個流入 就是出了這麼多 流入的時中呢 流出,那很簡單 那之前的時中這些都是 炒來炒去就是這樣的東西 騰訊的時中又是這樣的 那中間時下遲一點的話 我應該會下個禮拜 應該會再見到就是阿里巴巴的了 那北水始終來說 這裏最多流出之後 這兩天再流回入 那希望以後都繼續上去啦 就不要下來那麼多啦 那不要像這些那樣 正正迷迷著一波上 就一波下 那這些就不好的 那今天所升的板塊方面來說呢 就是比較多一點點 那也不要太多 那今天這麼多之後 到明天可能 是會下多一點的了 那起碼只要下 不超越一半 那市體就穩了 那如果超越一半 又再由頭再想過啦 那那煤炭股 黃金股是好的 電信服務股是好的 那大牛龜 銀行和地產 就是媽公仔 都是稍為向好 因此 比較上的市應該是穩定的了 就是只要有大半是穩定的 那OK 那再其次看看 沒得住 看看其次先 其次這裏來說呢 就是跌了下來之後 幸好搜到保力加通道中軸 那現在跟著上去 那我基本上可以認為 這個是可以 只要它不再跌穿保力加通道中軸 這個是可以慢慢向上向好的 那就是說挑戰這裏 這個高位180是OK的 再跟著180是OK的 那最主要是怎樣呢 在這點裡面來說呢 有一個先先 那現在這裏已經過了這個位了 這個位呢 這個位呢 這個位呢就是這個 是180.72 那這裏呢 就已經升穿了它了 升穿了它了 就是這個101 這個101 這個最高 那再跟著隔壁那個 更加高一點 現在這裏的位呢 應該就不是太大阻力來的 是需要日後 只要一過就應該過到的了 跟著比較大的阻力 應該是這個位 這個位呢 就是這個183.92 那這183.92 那這183.92 是應該我們 日後需要留意的東西 如果是180 那什麼東西之後呢 就不需要理它了 因為就是都是 那麼大 沒有什麼進場 如果升穿183的話呢 如果升穿183的話呢 升穿183呢 那個世界不同之處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是 183.92 183.92 當作是184 這裡 這個是 低位 就是 184 15 那這裡 這些 不要管它了 這裡這個位 這裡這個位 我也都是 就是 開市的時中 它是去到 開市的時中 是 184 那就是如果能夠 上到這個位的水平的時候 就是 184到這些位置 就是說這裡的 整體這個下降壓力 是應該被解除 那麼 上一再上 我們可以看什麼呢 這樣 再上呢 我們應該是 可以去看 這裡 是一樣東西 那麼 跟著之後上來呢 就應該 這裏和這裏 有範疇一致 那就是說 我們從這裏 從這裏上去 這個的高度 跟這裏高度一致的話 我們應該是可以看到去 兩萬點的 時間呢 可能應該是 仰明年的 1月 到3月左右 所以呢 當然 前提就是 這個一定不可以再跌穿 保育通道中軸 或者是再下滑 這樣的話 再又要升穿 這個184 185左右的範疇 就去看這裏 那會不會是發夢呢 是啊 悲觀了這裏 這麼久 你拍下夢 都可以吧 好了 我們再去歧視看看 就是 這個 今天可以留意的是 股票是什麼 其中的就是中國國學